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都那么大风暴了 难道我们不应该关心吗 对吧 美国你知道吗 我那个美国朋友今天他昨天上班回不了家了 在办公室地板上睡那个睡袋 你可想见得大到什么程度 所以我们这里一片光明 这叫风景这边多好 曼哈顿你看整个塔调 就这样的 就这么大的 好像看到一张照片说曼哈顿一片漆黑 黑了 Sandy 你知道这玩意叫Sandy 跟咱们公司女秘书的名 Sandy在宇宙飞船上已经拍下了那个照片 相当大的一个气圈 我甚至认为香港都受到影响 你看今天什么天气 香港受到北方冷空气的影响 管他呢 我们来看一下照片 来 这个圈啊 Sandy 真漂亮 这是香港吗 白发 白发魔女啊 白发魔女啊 你看看下面 嗯 这下面 你瞧 你瞧 哎 让不让你想起北京 北京的那那那那一夜啊 呼一下子 再看 你瞧 水啊 那个海啊 纽约地铁 海都长起来了 你再看下边 这就是你说的曼海腿 那有 一片漆黑 是2012啊 末日景象 啊 还是有光吗 那是Chinatown 唐洛基 Chinatown 永不打烊 挂一个牌子 我们不打烊 说得好 说得好 再看 下面 哎呦 这超市 抢购啊 美国人现在的灾难意识 你知道抢购一空了 然后往下看 这是谁 奥巴马在与国分忧 嗯 我爸妈给水淋的哈 黑人家卷头发都变直发了 现在在忙着大选 他们现在都在分析 说一个Sandy 对什么美国大选 有什么影响 我闹不明白 再看下边 哎 哇 像不像那个 Independence Day 那个天煞 这个是真的 真的 真的照片 这就是Sandy 那个气选 不是科学 不是不是真的 好家 多的 这像不像那个后边 藏着一个那个 银河帝国的飞碟 是吧 你看你再看下边 Woodgondens Day Woodgondens Day 怎么对这个人 这谁弄了 我们自己弄了 我们弄了 他现在 他这两天 Woodgondens Day 上脑啊 是吧 什么事情都是他 不是这个 马家 不是马家辉 奥巴马呀 奥巴马和那个 罗姆尼都跳 大选的时候 为了取悦年轻选民嘛 都跳这个舞 对 其实我就说 这个Woodgondens 这个舞啊 本来应该是属于香港的 又被韩国人拿去了 因为他典型的是 马照跑 舞照跳 是吗 香港人最该跳这个 这个 这个 你刚说这个台风啊 飓风啊 对于大选 那个影响 影响 那这看后续 他怎么回应嘛 可是看前面 好像对他比较有利嘛 因为我们看前面 不晓得我 至少我个人的感觉 假如我今天是选民的话 因为他提早去警告 美国人 New York New Jersey 那个Mufo 舒散 而且他讲得很清楚了 那我就说 当我们叫你走 你最好走 当我们叫你切退 你就马上切退 讲得非常决断 我当时心里还想到说 万一那风不来 或者说来了 没有大的力度 那不是很丢脸了吗 因为我把家里 那China Town都有打烊 要把东西 把我所有的麻张 什么麻张桌 全部搬走 结果来了那么厉害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这样就表示了 至少给他的领导力 来加分 可是问题在于说 有那么大的灾难之后 后续怎么回应 那就要看这几天的情况 要是喊了半天不来 所以现在有点像 这个诸葛亮借东风一样 这个对他是有利的 因为他们两个人的 那个争论的焦点之一 就传统的共和党 民主党的区别 是大政府还是小政府 那么民主党是大政府 就是相对来说 他是政府很多事情管 共和党都不管 所以呢 就像这种大灾难来的时候 政府大 效果好 那个小布什那个时候 佛罗里达那个风暴 他就被人批评了 所以这个是对他有利的 对他不利的因素是 提早投票的人少了 他们统计 这次他们自己 都已经投票了 提早投票的都民主党 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他们说 提早投票的人少了 对他会不利 但是我感觉上 总体来说 对他是有利的 因为你设想一下 作为一个美国的老百姓 你现在看到电视 两个人出来 一个人 在什么 暴风雨的指挥中心 在讲 他有一句话是这样讲 就是说 你们要是坚持不撤退的话 不仅危害到你的生命 而且会危害到 来救你的救援对人的生命 对 那他这种话很很感动 那你要是电视屏幕一转 在那边 那个人还在讲 什么选票啊 支持啊 什么 我相信这个观众的感情 会反而比较偏方淘 所以真是每一个威啊 都是某些人的基 对政治家来说 真的是很难说 比方说我十六大以后 我们的SARS 03年啊 是对当时的一届的政府啊 从政治上是完全是加分的 对国家是一个灾难 那个SARS搞得全国一段时间 北京都不能出门 但是后来我听过一个朋友 这个幕僚都说过 SARS的意义啊 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啊 就说他对于整个政治气氛 就是问责制嘛 为民服务嘛 就这么一个政府的形象就推出来了 所以也真的 话说回来 要看你什么样的领导 怎么能回应 比方说可能在北京 当时指挥啊 可能在当时的那一届政府啊 当然大家有那种灾难感 灾难感就等于一个家庭嘛 突然面对灾难 有共同凝聚 可能政府也回应的可以 可是在香港当时SARS的时候 香港董建华政府的分数是 往下极差的 那是为什么呢 很多理由了 其中一个我们事后我一看哈 很多第一个他慢反应缓慢 还有一点包括当时的董太太啊 董太太就去救灾嘛 然后呢 包括他就带着一一对人进去 每个人都穿了 还是穿那个防护衣 可是董太太自己要戴着三重的口罩 三重的防护衣 然后你觉得他非常恐惧 好像这种种的 让大家觉得整个政府回应的慢 当时他的分数 民意调查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所以还是看你政府怎么样来回应 公关细节没做好 公关细节 所以说啊 现在这个你要说到这事啊 他们就在说环境 我觉得有一种这个 不叫末日论 还是叫什么一种思维方式 挺有意思 就是尤其是很多这个环保 NGO啊 我发现他们这种思维方式啊 是你看是一种什么思维方式 比如说美国 这么大的飓风 遭到了这么大的破坏 我把这种思维方式叫做圣经式的思维方式 就是你我们人类还不检讨吗 是吗 就平常是怎么样糟蹋环境的 你看一看大自然的这个威力 你看看大自然对我们的这个这个报复 哎 我你现在发现啊 每次大灾就天气气象啊 不管是人祸还是天灾 我就发现啊 哎 这种思维方式很像圣经里的思维方式 你知道吗 就是一下就还不反省吗 啊 你们平常怎么着这种消费物质啊 这个这个奢侈腐败啊 你们这个这个烂砍烂罚啊 这个怎么污染环境 工业污染 温室效应 你看看今天这么洪水来了 地震来了 什么你看 哎 这种思维方式 那你我没有听懂 你说洪水来了 什么飓风来了 是结果 因为你做了不好的事情 引爆了这些结果 对环保人士是这样的 还是说因为有另外一种 他不断常调圣经啊 可是圣经的思维方式里面很多 是说我给你的惩罚 等于佛教里面的业 你做了 做业嘛 给你的惩罚 你说是哪一种 是因为你环境你没有爱护吗 那自然就那个什么 什么全球软化 对 我认为 如果有百分百足够科学的证据 说明这次飓风 是吧 是你开这个化工厂引起的 那么这就不是圣经的思维方式 是科学的思维方式 但是如果说这次飓风 你没有充分的证据 说是因为你开这个化工厂 给美国带来了这么一场飓风 那么你的这种这种说话 我认为它背后的潜意识啊 实际上是一种圣经的这种 报应的 启示录的这种这种方式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in my heart in my heart in my heart that no one can get through i'll get through this wall in your heart 真诚永恒周大福 我不是说天灾跟人祸没关系 相反我就拥有这种圣经式的思维方式 所以我正是要说说啊 从这个美国飓风啊 说说中国土地上的这个环境污染啊 我还特别找了几个图啊 有这么一组摄影 可以给你们来领略一下啊 咱们导演可以主张出一下 这是2005年7月内蒙古某发电厂 你再看下一张 真的图画 真的照片 对啊 真的照片啊 这个是宁夏内蒙古交界处 一根根高大的烟囱 呃大片的草原 成了工业废料的堆放厂 刺鼻的气味 滚滚的工业污水流入黄河 再看下一张 这个 这的人呐 人在这生活呀 呃 这是2005年11月 广东省桂羽镇 河流水塘都已经被污染 村民只好在被严重污染的水塘里洗涤 你去在这里的洗 洗东西啊 你再看下面 这一张是这个2008年的3月25号 河南某钢铁厂出来的污水流入安阳河 你瞧红色啊 你再看下面 这个是什么景象 2009年5月15号 江苏某化工园区的化工废料堆放在长江低上 你再看下边 这个是孩子们了 这是孩子们2005年的4月10号 最大的孩子是9岁 没有上学 最小的不到2岁 他们是在污染严重的地区啊 是不是应该应该还有一张啊 还有一张呢 是这个2005年的7月10号 山西省林坟市某村村民 长期饮用被工业污水污染的地下水 有50多人得了癌症和脑血栓 这是64岁的王宝生发病 全省很多地方溃烂 你看每天只能趴在趴着带着 趴在窗前 太可怕了 我那个小孩刚刚看那个照片 我脑海有一个片段 就是1987年 我大学毕业那一年去工作 现在广告公司工作 广告公司非常自由嘛 我做创作 有权利坐在那边office hours 办公时间看书 我记得我看的这个书 这是我生平唯一一次经验 在大庭广众里面哭 那个书是讲什么呢 那个就是讲80年代的台湾 那本书叫民间的力量 民间的力量 那个作者是个记者 叫杨渡 杨渡 他在每一篇就是把他在报纸 发表的调查报告 调查报导集合起来 每一篇就是讲污染的问题 台中哪个地方的河水被污染 小孩喝到什么眼睛瞎了 皮肤病了 哪个地方的农田被污染 空气被污染 当地的人怎么样 还不仅讲掉情况 还讲他们的抗争 他们站起来 对当地的政府 要求他们赔偿 立法保护等等 我记得看那时候非常感动 除了被那个图片感动到 我哭 真正让我哭的还不是那图片 就是大家起来抗争那种力量 那后来我们都看到台湾的发展 其实就是从这个抗争开始之后 台湾一步一步就变成很不一样 比较开放 比较文明 比较有规矩 所以永远是这种环保的环境的抗争 是最重要的议题 每个人都有关系 每个人都出来 你讲其他话题可能太遥远了 这都有 而且不仅跟我有关系 跟我的下一代有关系 全世界一样 包括台湾 你讲台湾 我在台湾 我还感受到的是 台湾人对这个生活质量 生活质素的这个讲究 在我这大陆的人看来 不甘不敬的人看来 都已经到了神经质的程度 你就觉得他们真是讲究 就是喝的水 吃的米 这里边 或者说你要在我这建个工厂 甚至不要说建工厂 你在我这个海边建个酒店 建个五星级酒店 把我这个村庄 这个景观弄差了 他们那个就不干不依不饶 真是给我很深刻的印象 就是台湾人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像我是大陆人 尤其是大陆的北方人 咱们都是那种 哎呦就是 我现在将比 觉得我跟台湾人比 我们都属于生活的 比较粗糙啊 比较烂七八糟的 就是啊 发展是硬道理 其实这部分啊 其实我真的很矛盾 我常常看到 你跟一个地方的 比方穷的地方 你跟他们讲环保啊 他就会说 如果我们不做一些 基本的发展的话 我们就会很穷 比方说广州吧 你前面啊 像佛山啊 那些地方 经济发展的非常好嘛 但是环境就就很差 你到处已经沉乡 全连成一片了 都是工厂跟住宅 而且也不那么好 我最近去了一个人间仙境 重化 哦 广东的 重化它是这个地方 它在广 它是现在也属于广州市 它叫重化市 其实是它的一个区 它有一条河叫刘溪河 是广州的母亲河 就是说它的水源全在那里 这个地方呢 我去的 我就发现像个世外桃源一样 它呢 以前50年代是毛泽东 周恩来他们开会 休养的地方 我们年轻的时候 读过一篇散文 杨硕写的荔枝蜜 就是描写那个地方 这个地方到现在 我很惊讶 它保护得非常好 森林 河水 非常好 我去了以后 我就拼命跟他们说 我说哎呀 这个广州怎么 这背后这么暴露 可是他们跟我说的 正好跟我说的相反 他们说现在不行啊 就是因为不让发展啊 所以我们现在这里 只能靠荔枝蜜 就是那个蜂蜜 跟红色的火龙果 这是它的特产 靠这个东西活不了啊 所以要开发啊 最近他们 我看到一条新闻 刚刚出来 从化的这个政府的 这个这个负责人啊 出来说他们要 插量从化温泉 这块金子招牌 怎么插量呢 要引进世界各国 各种不同的温泉模式 要男女 混质 对对对对 要裸炮 研究裸炮等等 那男的要收钱吗 你看 结果这个新闻 就被吵起来了 就是说我们 我因为刚去啊 这感受特别深 现在这一片像城市 绿色公园这样的 等到哪一天 这里一个韩国酒店 那里一个日本温泉 那边一个美国裸炮 那么几个一来以后 我不知道这个 这 我想出一句话叫 这是一处绝妙的好水 看它开发出怎么模样 我就是很担心的 你明白我意思吗 所以你看 你说的这种啊 是另一种污染 它是一种 这个美感污染 他们身上的 不仅是美感污染啊 你要修这样的酒店啊 你就会把这些山啊 石啊去破坏 而且你知道 它现在温泉是有限的 现在哈 存化已经有很多酒店 内行的人告诉我 有的是温泉的水 有的就是锅炉烧的水 而且他也不说明的 那以后生意一好了 裸炮了 这个有明星去炮的地方 水是没法保证 所以到时候 这些烟囱都会出现的 你要设想 你刚才出现这个图画 嫁接到我现在看到这个图画 不需要多少年的 发展是硬道理 记住这句话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零污染倒过新西兰发生 离奇事件 特级乳牛 莫名失踪 真相是什么 密切留意 核心科技就在格力 格力变频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 一路领先 一赫兹 好变频 格力 掌握核心科技 中国有实力 实力在云南 实力创造 优质生活 云南实力集团 中国房地产 双百强企业 加辉这个三温暖的经验 是很多的 裸泡过 而且印象非常深刻 有我二十多年前 去日本旅行 在一个地方裸泡过 因为刚我听你一说裸泡 我偷看了文涛眼睛发亮 我真想把我经验告诉他 千万不要 我去过那个真的做噩梦 做了一个礼拜 就是裸泡 欧巴桑 没错 你不以为说上牛家 林林志宁 那种美女进去吗 可能有 可是通常那种美女 不会去裸泡 他留在家里裸泡 给他老公看 对 都是那个可能上了年纪 有时候不管是女的 男的一样 也上了年纪的 就是属于脱了衣服 男的女的长得 没什么区别了 没错 我记得我当时才二十来岁 肚子还有六块腹肌 八块是六块 我忘了 好激情被人家 这样了 没有我去那边看到 看到女的倒是大开眼界 能看到男的 我也想到说 原来我以后老了 过了一个年纪 我的身材也会变这样子 后来镜头一转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 我发现原来真的 还没有 还没有 你的身材还真是 是我们都比较羡慕的 那所以说我记得当时回家 回到酒店 就是那个 整个心情怪怪的 很不舒服 因为本来一听说裸炮 也是充满了期待 没想到是跟妈炮 妈还好 我跟妈妈的婆婆炮 好 以后这个酒店 门口就写鲁迅的字 叫直面惨淡的人士 所以你看 这个自然环境的改变 我现在真是闹不清 是人作孽 还是什么 还是大自然的变化 比如说你看东北的黑土地 他们就说将来中国 粮食安全有问题了 因为是中国第一粮仓 东北黑土地 原来这一敲挖下去 一米深都是黑土 但是现在半米深的黑土 都很难找得到 这个就是说黑土 据说长一厘米 就是成熟的 有劲的 他们说有营养的 这个黑土啊 比如50年发育成熟 这一厘米 但是现在啊 这个黑土却以每年呢 一厘米的速度在减 那么而且现在就说 得扔多少化肥 才能 庄稼才能够长出来 如果光靠土地 这个土地的劲啊 已经越来越 越疲远 越来越不行 历史上啊 讲耕种的地 跟那些闲着的地啊 比例应该是 5比1到10比1 就是 这是一个合理的 就是说假如你有10块地的话 有一块地是重东西的 另外9块得闲着的 中国早就超过这个现实 而且你知道 中国现在的这个庄稼的污染 他们看一幅图片啊 说山清水秀啊 重金属污染是看不出来的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棍文明喜事度 得那种叫痛痛病啊 古井贡酒特约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